拜见银主儿 姝头嬷嬷已经来了 准备给您改妆 改妆 您如今是宫里的准了 不再是草衣裳的小公主 您这种装扮自然要改 不然怎么伺候皇上呢 那就改吧 咱们满人的规矩 得输小梁把头扎燕尾 您进了宫 规矩可都得改 改吧 主儿 那儿 别说话 别说话 主 膳子不高一些 站那儿 站那儿 那儿 那儿有一只 又飞了 这蝴蝶可真大 真好看 看来父王是夸我的 都说宫里闷得慌 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好玩得紧哪 快 帮我找找 这儿呢 这是哪位储我冲撞了皇上 还不请安 皇上 你是皇上 你认识朕 在画里见过 本人比画上好看 画里的人不会笑 冷冰冰的 这位主 可不能言语冒犯啊 你是 新入宫的巴林士吧 是 楚儿 快请安 给皇上请安 好 饮瓶 看来 朕的封号没错啊 果真是天真聪颖 人也生得娇俏 好 陪朕走走 是 这儿 果然是新人 三言两语就哄了皇上万喜 朱儿 您别急 本宫能急什么呀 都这样了 本宫一定要等 等到机会重新来过 今日皇后的身上 怎么这么下 难道是用了 西洋送来的香水 一路过来河香满院 许是衣服上沾了荷花香吧 皇上 皇后娘娘说 那西洋香水不易得 不大舍得用哪 倒是上次皇上送的 西洋自民中 娘娘喜欢得很 可如今 怕吵到五公主 也收起来了 朕一想到 警司这个女儿就心疼啊 臣妾知道皇上心疼警司 所以好东西 臣妾就收起来 等她长大了 给她做嫁妆 警司自有警司的 朕送你的好东西 千万别浪费啊 皇上 尹匹娘娘正在外头候着呢 准备给皇上 和皇后娘娘示善 就带她进来 这儿 这尹平啊 进宫没几日 你还没见过吧 是性子 和你一样的人 皇上万安 皇后娘娘万安 臣妾巴林氏 叩见皇后娘娘 果然相貌严好 果然相貌严好 谢皇后娘娘夸奖 起来吧 臣妾初出入宫 知道宫里面什么都不缺 就备了一些 臣妾自己喜欢的 无锡大阿福 准备送给十二阿哥和五公主 这大阿福虽不金贵 却是臣妾的父王 千里迢迢弄来 臣妾收了许久的 希望皇后娘娘 和十二阿哥五公主 不要嫌弃 留了这么久的东西 都可以送给十二阿哥 和五公主 这份心思怎会不金贵 本宫提十二阿哥 五公主 谢过你 笑得这样天真烂漫 在家的时候 巴林王一定很疼你吧 皇后娘娘说得极对 臣妾的父王有好几个儿子 却只有臣妾一个女儿 父王最疼我了 还总是说 希望臣妾可以做一只女螺 一辈子一拖塌就好了 朕哪 也喜欢女螺的婉顺 不过朕更希望 锦丝像玫瑰一样 带刺却不亦攀扯 锦丝还那么小 皇上就说这些 到底是阿玛疼女儿啊 皇上昨夜 还是歇在尹平那儿了 是 自从皇上那日偶遇了尹平 便喜欢她不得了 尹平性子 天真烂漫 得皇上宠爱也是情理之中 宫中的新人 就跟御花园的鲜花一样 一茬一茬 开不败 逝去的也就逝去了 还有几人能记得呢 您是指淑妃娘娘 怎么可能 我们现在要求 你也想要求 将军事物 我应该要求 一段无法 我应该要求 那我还要求 不是 有这些人 是 谢谢 你们 都要求你 你 看着 你 现在 娘娘 有件事奴婢不得不说 还望娘娘宽恕奴婢誓言之罪 你说便是 咱们十二阿哥是嫡子 但到底年幼 眼下皇上最喜欢的是四阿哥 奴婢想 家贵妃是不安分的 又有御室这个靠山 怕是想替四阿哥 谋夺太子之位也未可知 家贵妃是一向有这个心思的 除了四阿哥 皇上还喜欢五阿哥 若皇上动了立长的心思 自然是选五阿哥比选四阿哥好 可即便是五阿哥 养在娘娘膝下过 恕奴婢说句不知轻重的话 我二阿哥 到底不是从您肚子里出来的 再好再孝顺 也是隔了层肚皮的 容卑 自永基出生以来 文公之心里啊 颠来倒去的想了许多次 永基虽然是嫡子 但他还小 一切也未可知 若永基先能有担当 立他为储君也是好事 永基呢 将来做一个尊贵的王爷 也不错 娘娘 真这样想 你我之间没有许业